公俊他房 王赫帝白鹿不和 白鹿的老板近日在直播中说 白鹿定以爱为赢女主的时候 男主角还没有敲定 所以白鹿是一番 没过多久 王赫帝经纪人发了个微博说 谈多享土 很明显是在回应范围的相关言论了 说起来也是很有意思的 圈圈的粉丝应该都知道 话说的没错是没错的 这部剧定白鹿的时候 王赫帝还没有火 白鹿签的确实是一番 但后续王赫帝火了 在没有签合同的时候 商量番位也不是不行 最后定的是两人平番 所以王赫帝经纪人这个态度也没有问题 但这件事从吃瓜的态度来看 这种茶人茶语 肯定更讨人显点 毕竟欢愉惯有的说辞就是 我们家一点都不在乎番位 但一边又比谁都在乎 自家人一番就是定女选男 定男选女 自家二番就是我们有格局 我们不在乎番位 让番罢了我们尊重巨方 这不是给白鹿招黑是什么 毕竟定女选男这种事情 粉丝说说就算了 拿到明面上说 除了引发争议和给合作搭档难堪 还能得到什么 而且大部分路人网友 是不在乎圈内这种范围之争的 闹大了对谁都不好 黄景瑜街头大骂狗仔 刘大锤摇下车窗夸道 哥你真帅 而另一个狗仔董瓜姑拍到了这一幕 他说 私生犯太可怕了 刘大锤被误认为是私生犯也是很好笑了 虽然他们俩目前的所作所为 和私生犯也没什么区别 这件事传来传去 变成了黄景瑜当街骂狗仔刘大锤 晚些的时候 黄景瑜还出来澄清了这件事 说我没凶他 我只是说下班吧早点回家 请不吝点赞楼